把 丁于之火 无人能凌 请不放英雄废之大 而去 哈 Don't kill WAAA WAAA 没事 又来 不要 你追不到我 嗨 我是睡大 近期有太多人在敲碗惡靈戰警的打野 我就只好打開成風已久的國斧 理麻來測試一下惡靈戰警打野在國斧究竟可不可行 出裝方面我推薦走坦型路線 我試過全攻擊裝備 但我發現在國斧惡靈戰警 傷害是有點不足的 即使你做了全攻擊 傷害仍然非常的可悲 而且因為做了全攻擊裝備 頂多進場轉個一圈 逗留太久的話隨時都會翻車 後來我改成了半坦的出法 效果可以說是非常的好 我們開啟了大招之後本來就會額外加雙防 我們只出了一把打野槍之後就直上火甲 那麼因為有火甲的關係 你在開啟大招的時候坦度是非常夠的 可以比較安心的一直貼在敵人身旁輸出 這樣的玩法才可以讓你傷害坦度兼具 畢竟死人是沒有DPS的 而且畢竟在漫威裡火甲是非常強力的裝備 除了燒人很痛之外 高額的血量跟物防 再加上我們大招的特性 你出了雙防越多 額外增加的就越多 所以防禦裝對於惡靈戰警來說 效益是非常好的 那玩這隻的訣竅就是 不要想太多 有大招才支援 在你沒有大招的時候 隊友發生什麼事情都與你無關 終於農到4的直接開啟大招 開1技把石頭人擊飛加重創直接帶走 接著緊貼著這隻可憐的浣熊拿下雙殺 在最後有限的時間我們回到中路 把百光花火給做最後的擊飛 最後搭配鋼鐵俠成功收下人頭 掌握一個要領 有大招才做事 倒數3秒 還不退嗎 上車囉 撞到 1技擊飛 要注意那個轉速表 當你的轉速表沒有到達紅色區域的時候 是不能施放1技的 所以你在煞車減速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萬一速度不夠的時候怎麼辦呢 這時候就要利用2技來瞬間提速 提速後你的1技就可以直接施放了 這個小細節很重要 很多人都不知道為什麼1技不能放 我們再聲明一次 在我沒有大招的時候呢 隊友發生什麼事情都與我無關 像這邊隊友被殺了 請不要太內疚 根本就跟你沒有關係 我們有大招才做事 來囉 轉 擊飛 往後貼 因為我們有出坦裝的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大膽的貼 直接全部擊飛 全部數光光 如果你出全攻擊裝就沒有這種效果啦 所以如果你的車玩得不好的話 一定是你的出裝有出了很大的問題喔 擊飛 往前貼 甩尾 2技加速 好先收這個 直接擊飛 這下就交給隊友了 OK我沒有車了 不關我的事了 在沒有大招的時候 我們就是一個廢物 這種時候呢 我們就當自己是一個和平主義者 與世無爭 農自己的 和平主義者也是要反野的 加點轉一下 我本來不想交這個制裁 但那個幻視 牙根就沒想讓我的意思啊 開車囉 因為坦裝的關係 我們可以直接去切後排 對手是絕對打不動我們的 強行塔殺 欸如果這時候你是全攻擊裝 你早就翻車啦 相信我 先出火甲真的很好 他其實也可以不出鞋子 但是我覺得姚策靴 他很便宜喔 因為我們沒有出攻擊裝的關係 我們本身 就很難拿得到加速冷卻 所以姚策靴隊友來說是非常實用的裝備 而且他還可以撿制裁跟重創的冷卻 那這兩招我們本來就是一直經常在施放的 所以我還是會推薦大家去做個姚策靴喔 先吃個黑豹 那隊友在上路這邊被抓了 先不管他們啦 黑豹一定要先拿下 直接上車 去中路收拾殘局 區區一個支柱人士 沒辦法逃離我們的追擊的 那邊就交給隊友了 我們去找一下浣熊 稍微撞一下 然後我們就離開 現在的防禦塔很痛喔 所以如果你裝備不是照我這樣子去出的話 你硬要去租全攻擊的話 你是扛不了塔 不能像我們現在這樣子 無腦進塔 你要能夠起到這樣的開戰作用 才可以玩出惡靈戰警的價值 轉往上路去推兵線 你看我們從下路開戰 然後轉到中路 再轉到上路 去帶邊 這角色很棒吧 不過很可惜啊 前期實在是太弱了 遇到那種強勢主流的打野角 野區是很難防守的 再加上現在又有魔劍克 魔劍克是完全克制惡靈戰警的 所以其實爬分環境 對於惡靈戰警來說 並不是那麼友善喔 這邊有大招了 隊友想要壓塔 我們這邊可以開大招進去run一下 破壞一下他們的節奏 擊飛 然後從下路離開 不用留戀喔 不管你是玩全攻擊型的 還是我這種辦法的 基本上都不要太過於練戰 你進去轉了一圈之後 發現血量不行了 基本上就是揚長而去了 不要留戀 假設大家今天集中在下路 然後你去做一個開團 你進去轉了一圈之後 發現血量不行了 沒得打了 那你可以直接轉往到邊路去 帶兵線 千萬不要浪費你大招的這個機動性 然後大家不要太在意我左下角的出裝喔 因為這一把的裝備 是我一件一件去買的 那有一些裝備不小心去 買到了原本預設的裝備喔 我還浪費了不少錢在買裝賣裝啊 這一把雖然換換不太快去針對我們 我還是建議大家要去塞一點法房 不要像我這樣子就出的太隨性了 我後面還上了一把雙刀呢 因為沒辦法已經出了一半了 再賣掉已經是虧了 雙刀我是完全不推阿 你完全不需要這樣的裝備 那這邊就有點尷尬了 我沒車了 那又被石頭人給逮套了 這邊我們只能期盼一下 魔仙子能不能拯救到我 來了 他幫我把它彈開 可是蜘蛛俠來了 那也沒有辦法 那法房裝的部分 我推薦帶死神斗篷或者是聖劍 二則一喔 那我還會再出一個雷神之鎚 來做減療 我們來追這個歡歡 接著我們來針對這個百光花火 去壓迫他的走位 稍微撞了一下牆 擊飛 我的重創沒壓到 不過沒關係阿 結果不變 這邊就是因為沒有出法防 所以我們被歡歡給反打了 最後主堡是被火焰巨人給敲爆了 其實關於惡靈戰警打野 我以前就有發過影片 不過那是在國際服 那一套的攻擊出裝 在這裡是完全不適用的 兩個伺服器的版本就是如此不同 那經過了幾場的測試 我個人比較推薦 我開頭片段所推薦給大家的出裝 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當你怎麼玩 都覺得有點不太對勁的時候 我相信光是只要裝備做個改動 你就可以找回那些遊戲體驗了 那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別開錢別忘記給個讚喔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睡大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